我從這裡有可以吵過一次叫嗎 沒有 我有發過你 那我姿子 我還沒有跟妳說 我從來都沒有講 到底見過 那我跟不一樣 雙方護槓住戶切到拍桌 新竹瓦斯氣爆案事發兩週後 瓦斯公司再次出面 繼續協調後續修復問題 但對於施工內容 住戶還是很不滿 工程沒辦法如期完成 有可能還會再延 所以先解決住戶的安置費 然後還有一個施工內容 施工內容有出入 他就是這次氣爆傷最重 16歲少年的舅舅 火氣依舊押不下來 因為部分工程延期 但瓦斯公司卻宣稱 管線撈好部分住戶 已經可以返家 但大樓搭著鷹架 外牆還有明顯暈黑的痕跡 看來就像一處工地 住戶疑慮這樣安全嗎 我們最主要的進出道路通口 都是鷹架那些 隨時都有掉落物在那邊 那瓦斯的部分 現在還在收尾 管材的安裝 然後微電腦表都全數裝設完成 瓦斯公司聲稱 除了重災戶之外 其他人都可以回家住 但現場還在施工 住戶有陰影不敢回去 管委會也不想再介入 拿警戶說什麼事 拿警戶同意回來 這東西請瓦斯公司自己公告 管委會不處理這個部分 而全身91%燙傷的16歲少年 臉部胸部以及臂部傷勢最嚴重 每天都要清創 目前已經有意識 但還無法表達 仍然在加護病房插管治療中 需要再觀察二至三個月 等到完全脫離險境 才有機會直皮復健做後續治療 但因為害怕細菌感染 因此都只有少年的爸媽 能夠住病房探望 家屬嚴厲要求瓦斯公司 要負責到底 替少年討回公道 TVBS新聞陳世民新竹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